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特斯拉的爱情电波,无限传情的浪漫 2.海森堡的魔术师日记,量子戏法的幕后 3.牛顿的失落食谱,万有引力下的烹饪艺术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特斯拉的爱情电波,无限传情的浪漫 当然,让我们来谈谈那位伟大的发明家尼古拉 特斯拉,尼克拉·泰斯拉,和他对无限电波的痴迷 以及如何将这种科技浪漫化 特斯拉,这位科学界的孤独诗人 不仅梦想着无限传输能量 还梦想着通过无限电波传递思想和情感 想象一下,如果特斯拉的愿景成真 我们今天可能会通过特斯拉式的爱情电波发送心跳和微笑 而不是用冰冷的文字和表情符号 特斯拉的爱情电波可能会是这样的 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突然你的个人电波接收器也许是特斯拉品牌的发出轻微的震动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信息 而是一种特殊的频率 只有你和你的伴侣知道 这是一种无声的 我想你 穿越城市的喧嚣 指定你的心房 特斯拉本人虽然从未结婚 但他对无限技术的热爱 几乎可以媲美最热烈的恋情 他曾经说过 如果你想找到宇宙的秘密 那么就要以能量 频率和震动的角度来思考 哦 多么浪漫的科学家呀 他可能没有直接发明无限传情 但他的工作 无意为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爱情故事 铺平了道路 想象一下 如果特斯拉在情人节那天 进行他的无限电波实验 他可能会调整 他的特斯拉线圈 让他发出一种特殊的调频 这样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爱的震动 或者 他可能会发明一种情感调携器 让恋人们能够调整到对方的情感频道 即使相隔千里 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心跳 不过 让我们回到现实 特斯拉的无限电波 虽然没有直接用于传递爱意 但他的工作 确实为无限通信铺平了道路 而今天的我们 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无限技术 来传递我们的爱情和情感 无论是通过短信 社交媒体 还是视频聊天 特斯拉的遗产都在其中 所以 下次当你发送一个新型表情 或者我爱你的短信时 不妨向那位未婚的科学家致敬 感谢他对无限电波的贡献 让我们的爱情电波 可以无障碍地传播 特斯拉可能没有直接发明爱情电波 但他确实为我们的数字化爱情故事 提供了技术支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海森堡的魔术师日记 量子戏法的幕后 各位观众 学生们 量子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揭秘一个伟大的魔术师 海森堡的秘密日记 这位魔术师不同于常人 他的舞台是微观世界 他的戏法是量子力学 而他的魔杖则是数学公式和思想实验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海森堡的一生 维尔纳 海森堡 一个20世纪初的年轻物理学家 他的头脑中充满了粒子 波动和不确定性的幻想 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也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者 这个原理简单来说就是 你永远无法同时准确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这就好比是 你想同时抓住魔术师的手和他的帽子 但总有一个会在你的眼皮底下消失 现在 让我们打开这位魔术师的日记 看看 他是如何练就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量子戏法 1925年7月 我在歌亭根的一个小木屋里 被蚊子钉得满脸包 但这并没有阻止我 我在那里创造了举阵力学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 用来描述原子世界的奇异行为 我发现 原子层面的物理规律 与我们宏观世界的规律大相径庭 在这里 粒子像是调皮的小丑 时而在这里 时而在那里 却从不肯同时告诉你它们的确切位置和速度 1927年 我在歌本哈根与尼尔斯 波尔 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我们讨论了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 这就像是在探讨魔术的本质 我们最终同意 观察者在量子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就像是观众的存在 影响了魔术的效果一样 有一次 我和薛定乐讨论他的波动方程 他坚持认为粒子就像波一样 分布在空间中 我则告诉他 这只是概率波 真实的粒子 还是要在某个地方现山 我们的争论 就像是两个魔术师争论最佳戏法的方法 最终我们都同意 量子世界是我们共同的魔法舞台 海森堡的日记中 充满了对量子力学的深刻见解 同时也透露出了他与同行们的友好竞争和合作 他们一起构建了一个奇妙的量子舞台 上演着粒子和波的戏法 至今仍让无数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为之着迷 在海森堡的量子魔术世界里 粒子可以在没有人观察的情况下 同时处于多个地方 但一旦有人试图观察 他们就会选择一个位置 现身 这就像是魔术师让一只兔子在帽子里消失 然后又在观众的口袋里出现一样神奇 最后让我们以海森堡的话结束这次的分享 在原子物理学的探索中 我们不得不放弃那些适用于宏观世界的直觉 我们必须接受量子世界的魔幻现实 就像接受一个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一样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个魔术师在舞台上表演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在某个微观的层面上 我们都是海森堡的学徒 试图揭开宇宙最深奥的秘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牛顿的失落食谱 万有引力下的烹饪艺术 各位烹饪爱好者 物理学迷和历史侦探们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牛顿的失落食谱 万有引力下的烹饪艺术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个标题 听起来就像是从某个平行宇宙的历史书页中飘出来的 因为我们熟知的艾萨克牛顿先生 他的名字通常与苹果 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微积分等词汇挂钩 而不是与烹饪食谱联系在一起 然而 让我们打开想象的翅膀 假设在牛顿众多的手稿中藏着一本失落的食谱 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首先 我们可以想象 牛顿的食谱 一定会包含一些精确的测量和计算 毕竟 这位大师是个对数学和物理规律有着深刻理解的人 所以 如果你想按照牛顿的食谱来烹饪 你可能需要一套精密的天平 以及一本包含了各种食材密度的参考手册 接着 考虑到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我们可以幽默地设想 他的食谱中 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如何利用地球引力来改善烹饪过程的建议 比如 他可能会指出 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煮沸水的温度会降低 因此需要调整烹饪时间 或者 他可能会提出一种理论 说明如何通过改变食物的下落速度来影响其烹饪效果 虽然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让厨师们头疼不已 牛顿的食谱中 也许会有一些关于如何制作完美苹果派的秘诀 毕竟 苹果与他的科学发现有着不解之缘 可以想象 他会用他的力学原理来解释如何让苹果派在烤箱中均匀受热 或者如何通过精确计算来确保派皮的黄金酥脆度 当然 我们不能忽视牛顿的光学研究 也许他的食谱会包含如何利用光线来判断食物的熟度 或者如何通过折射和反射来为玩艳增添视觉上的美感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牛顿还研究过脸金术 所以 他的食谱中可能会有一些关于如何将普通的食材 转化为黄金般美味佳肴的神秘配方 当然 这些配方可能需要一些不可告人的成分和仪式 比如在满月之夜下 用银汤匙搅拌 或者在特定的星座排列下进行烹饪 虽然 这些想法听起来都非常有趣 但实际上牛顿并没有留下任何烹饪食谱 不过 这个虚构的概念提醒我们 科学和烹饪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厨房里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化学和物理实验 只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烹饪而已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忙碌时 不妨想一想 你可能正站在一个小型的科学实验室中 而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遵循着牛顿发现的那些自然法则 总结一下 特斯拉的爱情电波让我们想象着一种浪漫的未来 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心跳和微笑 尽管特斯拉没有直接发明这种技术 但它的工作为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爱情故事奠定了基础 海森堡的《魔术诗日记》告诉我们 量子力学就像是一场神奇的魔术表演 粒子和波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困惑和着迷 海森堡和他的同行们构建了一个奇妙的量子舞台 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 牛顿的失落食谱则是一个有趣的想象 将牛顿的科学发现与烹饪艺术联系在一起 尽管这只是一个幽默的设想 但它提醒我们科学和烹饪之间的密切关系 每一次在厨房中的动作都遵循着自然法则 在六度世界中 我们总是喜欢将科学与幽默和想象力相结合 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轻松愉快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复杂的概念 所以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对特斯拉的爱情电波 海森堡的《魔术诗日记》和牛顿的失落食谱 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